今天會和大家看一看三四七安鋼 因為鋼股在內地 其實它自己都有些國產 令到鋼價站得這麼硬 剛才所說的第一個就是 專項債和基建相關的政策 第二方面其實都關於減牌的事 你見到整個行業上 都對於要減碳排放 或者令到產量上會有所緩減 這會導致鋼價站得挺硬 第三方面其實他們自己鋼上 都有一個政策上的轉變 由以往我們會見到 是淘汰一些落後的產能 現在今年其實他們希望政策的重點 是要壓住那個產量 他都很明文規定了 就是今年鋼的產量 應該和去年是要持平的 即是沒有增長的 但如果我們截到今年上半年 即是六月底為止 其實你見到那個鋼的產量 都仍是有增長在 即是換句話說 其實如果你上半年有增長 你下半年必然要壓縮 你才可以令到跟去年的產量持平 所以這件事也會令到 那個鋼價是有一個挺大的資產在 所以剛才所說 鋼價都竟然站得那麼硬 鋼股我相信 那個走勢也會相對來說是硬正一點 剛才所說 就是分享到的那隻就是安鋼 347 你見到今天也輕微創過52週新高 所以就算你算在技術上 它也算是破了頂 我覺得都可以留意一下這一類的股份